那我们刷牙第一件事 先把牙刷去沾水对不对 对 那像我老公呢 他沾了水以后 那个牙膏 那个水龙头就是一直开着 开到他刷完牙为止 他要洗澡的时候 因为洗澡的时候 前面你放冷水 他还没有热的时候 前面就会一堆水对不对 那我想说我不能让他浪费 但是呢 我也不能怎么样 我就 你跟你老公在金钱观念 你觉得差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全部都差很多 因为我觉得男生吧 或者是他那种背景 因为他们以前艺人 赚钱来得快去得快 赚得多 但是去得也快也多 所以就会觉得他们对金钱 不是太有概念 或者是不像我们这么 中规中矩保守的做法 举例来说 其实虽然他们 譬如说有时候拍戏啊 或者是有一些通告 或什么都很多没错 可是问题是 他钱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 每个月5号就会进账户了 他们可能要等制作单位给经纪人 经纪人再隔一两个月再给你 所以事实上可能去年的戏 还没有到你手上那个费用 所以他常常就是钱 你也不知道他花去哪里 然后发现 我有一次后来就是快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说 原来你有在缴那个循环利息 信用卡的循环利息 这对我来说是有点难以接受 你是说20%那个利息 信用卡很高 我不晓得多少 因为我从来没有缴过 我觉得从来就是说 你怎么会去缴 17%我缴过17% 我觉得有点难理解 就是因为我们的固定 比如说你假设你赚5万 了不起你就会刷1 2万的信用卡 你不会超过 那时候我就觉得 当我发现的时候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人真的去 去用循环利息 除了这个之外呢 也包括就是说 我记得他那时候有时候出外 你去国外 然后有一次呢 他就是从国外打给我 我说你现在在哪里 他说我现在躺在床上 我说你从粪店的房间打电话给我 对 他说对啊 我说那很贵吧 赶快挂掉我打给你 他说没关系啊 应该还好吧 然后就开始跟我聊天 然后我心里想说 我印象中 因为我们有时候做记者出国嘛 就觉得 我们都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们想办法 因为那时候可能 还没有像什么 LINE啊 WhatsApp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后来 我就那时候 我试着要提醒他 然后他就说 没关系应该还好 然后就讲着讲着 我们挂了以后 等他隔天Check out的时候 他发现账单是1万多块 哇 可是用1万多块 用1万多块来证明 他的清白也是值得的 清白 他那是清白 可是那种我觉得是浪漫 至少他有时间 再跟你打电话 证明了他的 对钱的无知 没有 我觉得那是浪漫 我觉得那就是 观念不同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Jason 对 我也会循环利息 因为你有时候就看到东西 你就一时兴起 你就会刷 可是超过了 你的能力 你自己不知道 要找费的时候才发现 就让他循环利息 反正我们就管他的 就是鸵鸟 付得出来叫浪漫啊 付不出来叫浪费嘛 对 循环利息嘞 可是你刚刚讲的重点 你是在婚前看到 还有循环利息 我觉得结婚前 这个对你 会不会是一个很大影响 你要下的人 会用循环利息 对 然后那时候 当然我们就去问说 那钱呢 那他就说有一笔钱 譬如说像去年拍戏的 那笔钱有十几万 所以还没进来 对 然后呢 之前有一笔 什么样的费用 然后制作公司 一直说会给 但是不晓得人去哪里了 那你就会知道说 这不是他的问题 这可能只是就说 因为他们那个行业的状况 那你其实也会担心 但是你会知道说 可能之后钱会进来 所以呢 我就跟他讲说 那不然我先去领钱 把这笔先付掉 那到时候那个钱进来 你再给我 就类似像这样的方式 当时有先帮他处理掉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那以后我不能够放任 或相信他对于钱的安排 对 就会有已经开始警觉了这样 就是他其实是有获利 这个产出能力的 但是要缺乏一个财务长 那就是我啦 对啊 那你后来怎么规圈他 他有开始改变吗 像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像他的那个信用卡 他常常也会预期未交 对 等我们发现 或等人家打电话来的时候 你同样会有一些预交 或手续费什么 那也是我很不能理解的 其实不只信用卡啦 包括什么手机的账单也是 然后我就觉得 不是大家都知道 要用所谓的转账的方式吗 你就不会错过那个日期 所以后来我就是盯着他 你这个你给我去申请转账 那个我们也去要单子来 我们一笔一笔去做申请 然后我觉得其实不是没有钱 去做这件事是 他就是没有去看着这件事情 所以就去帮他理出头绪 男生大部分都不会搞这样吧 对没错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好 我下午才去交一个三天前就已经过期了 不是没有钱啊 就是 就会忘记了 太多了 所以现场只用我是 我曾经累积一年的车子的罚单去缴十几万 来 给我钱 那应该也要缴很多预期的费用 就是累积起来 就累积起来很多钱啊 那种预期金刚都是可以省下来的 对 白缴的 你白缴给他 像我是很不愿意被银行多A一块钱 会很生气 对 你们都好好厉害哦 因为你不要以为银行不会扣错钱啊 会 不会扣错钱啊 我之所以没有办自动扣款 是因为我曾经被银行扣错过钱 而且还不是少数什么几千块几百块 是好几万块 是我 后来我也有一天不对的时候 我在那边 诶 我怎么会有几万块是一个 因为他钱多了嘛 对 我才想我这几万块跑哪里去了 然后我才想说 来对对看我最近 我才发现 我打电话给大家 哦 这是我们的失误 我们会小心 我跟他 好夸张哦 好 那你们两个在生活中的大小事 花钱观念一样吗 像吃饭这件事情 听说他喜欢吃那种 all you can eat 知道吧 因为他是那种美国风格的 他喜欢大鱼大肉 而且对他来说 肉呢 只有牛肉跟猪肉叫肉 鱼肉跟鸡肉不是肉 所以呢 他要吃的很多肉 就是他喜欢吃很多肉 然后那所以他很喜欢去吃 有一些饭店的buffet 对 那他像他每次从美国回来 然后就说好 我们要去吃大餐 吃什么呢吃buffet 我就说我不喜欢吃buffet 因为这样子 你花了一千多块 一个人一千多块 然后呢 你如果吃的少 你会觉得好像我干嘛 我又吃不下 然后很浪费 自己觉得浪费 他说没关系 你不用吃多 那你陪我吃 所以他变成说 他希望花一千多块 他可以吃得很愉快 然后我就会觉得 没有办法就是达到我自己 对于钱的用法的标准 因为我觉得我吃不了这么多 对 所以像很多小事 也都是这样子啊 譬如说 他对于 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可能我比较勤简一点吧 你很感应啊 你很感应啊 所以 我也是主任的 你也很感应啊 对啊 你是讲只有这句吧 我觉得我们在客家法 都是太标准 是吗 我讲我讲 你讲西烟的吗 西烟 西烟 西烟啊 那我们两个不吸烟 我们不吸烟 不吸烟 不吸烟 客家法有四线的 有海陆的 对 不同的 客家人 我不是客人 我住新竹啊 我是苗栗客家人 所以呢 我们对于很多事情 尤其是资源物资的部分 也都是比较看得紧一点 譬如说水 其实水分根本不贵 水分是在台湾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可是呢 我对于水这件事就是高度敏感 譬如说像我们早上起来刷牙 那我们刷牙 第一件事先把牙刷去沾水 对不对 那像我老公呢 他沾了水以后 那个水龙头就是一直开着 开到它刷完牙为止 所以呢 中间有一度不是一直在刷牙吗 对 如果你刷了大概一分钟 那个水就是流了一分钟 对 我对于这个一分钟的这个过程 有点不能接受 我觉得你要先把水关掉 你怎么刷都没关系 然后你要第二次在用的时候 是不是太细节了 但是 一般人应该都是这样刷吧 不对 对不对 你是说一直放水流吗 你一定没有 你看是不是 我是说我 我们当兵的时候 如果你一边刷牙水一边流 班长晚上扒你 浪费 他没当兵啊 而且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一个环保的问题 这是为地球的问题 这是浪费 对 层次提高到地球了 对 像我们都不敢讲 好害怕 那我要自首 我就是这种人 比如说洗澡的时候 我的shower 也是一直不停的让他流 你们会让他一直流 我会吗 当然要关掉啊 抹肥皂的时候 你干嘛还在那抹 真的耶 那冬天会冷耶 对啊 关掉会感冒耶 因为要烤到150 不会啊 你就水热了之后 整个里面都是很热的啊 你关掉就没了 那你水一直冲 你怎么擦肥皂 就躲一边边擦啊 所以继续放水流 继续放水流啊 就很奇怪 可是我真的有遇到 这种男朋友 他就是在门口听 听完就说 他在门口听还是在看 没有他在那边跟我听啊 我觉得是看吧 没有没有 他说你洗澡的时候都不关水 对不对 我说对啊 我以为每个人都这样 他不是啦 他是想进来的 不是啊 他觉得这样很浪费 他真的觉得这样很浪费 还有包括刚刚续然讲刷牙 洗碗 我都是让水龙头的水一直流 没有 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真的不对 对地球非常不友善 可是我觉得那是 从小到大的生活习惯 他就像薛兰 在我们这一群里 他就是一个客家美 我们觉得他对生活 他对我们同学 不是同学 朋友间啊 他也会跟我们讲说 你这个太浪费 一桌吃完的这个饭 这个要打包 这个要干嘛 他都安排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非常熟 可是这个是从小到大的生活 那朋友 比如说我对他不爽 我可以不要 我们今天见了面之后 明天不会在一起 可是男朋友怎么办 每天要见面 所以很好奇你怎么沟通 因为我们常说这个 夫妻因为挤牙膏 都会变成家里的大事情 那你们因为这个 你是客家女孩 对 她是在美国长大这种 花钱没有感觉的阳光男孩 那像这种水的事情 怎么跟她沟通 一开始我就会跟她讲说 不要这样这样很浪费 会直接讲 那第一次第二次她可能会听 第三次开始就会觉得说 很烦耶 那可能就开始会有嫌隙 譬如说 她在那边水一直流的时候 我开始我就在想说 那我可以怎么办 因为我之前讲 已经被骂了 对 那我把伸手把它关掉 因为我在旁边 我就把伸手关掉 她就回头瞪我一眼 所以她摔眼在旁边看了 接她 好可怕 或者是她要洗澡的时候 因为洗澡的时候 前面你放冷水 她还没有热的时候 前面就会一堆水 对 那我想说 我不能让她浪费 但是呢 我又不能怎么样 我就放了一个脸盆 下去接水 然后她如果瞪我 我就说 我要洗我的衣服的 就说我要熟洗一些衣服 所以那盆水是干净的 我要接来水洗衣服 就是我会想办法 我不去讲她了 但是呢 我想办法应用 好辛苦 对 你刚刚说 你老公现在去美国了 难怪 我都想 终于听到原因了 为什么三个月才回来 你身材找到原因了 找到原因了 她都会每天洗得很过瘾 对 不过你刚刚那样做也不对 因为一个脸盆放在浴室里 也蛮难看的 光想那个画面就很怪好不好 可是我觉得 科技可以解决问题啊 你就用那种感应的啊 手伸下去水才会出来 手不伸就没有水啊 可能要花钱耶 要装 认不会多少钱的 那其实反而比较节省 因为事实上大多数时候 我们让水在流 是没有在使用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她是用心在 想办法见风插尘 对 我已经尽量不吵架了 我是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譬如说她在洗的时候 她不是常常放的水 没有在洗吗 你就进去洗啊 她不洗的时候你洗啊 然后她洗的时候你不洗啊 而且音乐 就促进感情 对 我觉得这个好棒 你比较厉害 既然已经有三个小孩了 应该是在台湾一个人 带三个小孩 三宝妈 老公在美国工作 对 其实一开始 我觉得那是 渐进的一个陷阱 一开始呢 陷阱 对 一开始只是说 公司派她去出差 你知道出差有时候 比如说一两个礼拜 就回来了 那我就觉得无所谓啊 她去评估看看美国市场 而且都是她熟悉的环境 所以一开始是一两个礼拜 后来呢 要久一点 要实地考察 要快一个月 然后再下一次呢 可能两个月 后来呢 考察得很不错 要在那边发展 就变成 三个月才回来一次 就公司正式外派了 然后回来 而且才一个礼拜 所以 一个礼拜去三个月啊 对 所以事实上 她就是在过美国人的生活 所以 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某种程度 我也是被训练 因为就是训练 一开始就是出差嘛 那因为 以前我们自己也常当记者 常常出去 所以我觉得还好啊 那有了小孩 反正爸爸有时候功能 也不是这么强 你知道 所以还蛮可以去 handle的 那真的有状况的时候 也会请家人来帮忙 所以其实 那个渐进的过程 我觉得对来来说也是 一种磨练 然后慢慢慢慢也适应了 可是 其实第一次的三个月 很不能够适应 你会觉得说 怎么这么久 三个月还真的很久 然后 尤其是在她那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小孩会发生很多事情 有时候有的要挂急诊啦 只是单纯因为便便大不出来 然后你就要带她去急诊 或者是撞到头了 或者是什么 就是常常一会有 对 那时候就会觉得很无助 然后呢 你要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她可能时差的问题 时间没有办法跟她沟通 或者是你情绪上 她打来的时候 你正在处理很重要的事情 在跟医生讲话 或怎么样 所以你会真的觉得说 没有用耶 就是这个老公在现实生活 是帮不了你 说实话你没有崩溃过吗 有 在三个的时候 我经常其实我最容易 生气发怒的时候 是睡觉前 因为小孩子叫睡觉 都是要叫大概一两个钟头 然后他们用各式的方式 各式的理由 然后他们有时候 就是想要讨报 有的要抢的要跟你睡 有些呢各式的原因 都有 然后什么 联络部没有带回家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事 都要同一天发生 然后那时候就已经很生气 好不容易他们 通通被我摆平了 要睡了 我老公打电话来了 那我就想说趁这个时候 赶快跟他抱怨一下 结果就说 你不要生气 他们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唯一听更火 他没有安慰到我 因为我是觉得 你说是礼物 那你来啊你来啊 可是你躲 这个礼物躲这么远 当然他不是躲 就是他也是因为工作 没有办法去处理 可是当时 你没有办法这么理心 因为你刚处理完他们 然后你就觉得很生气 然后我必须一个人面对 然后他可能 也有他工作的压力 然后他有的时候 跟你抱怨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我还不够忙吗 我要自己工作 我还顾三个小孩 我还听你在讲你的工作 然后那时候就很容易生气 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安慰我 也没办法帮到我 然后他讲的那些话 听起来在你理性的时候 你觉得对 小孩是上帝给的礼物 可是当下怎么就是听不进去 就觉得说 只会出一张嘴 对 为什么不是我们一起来拆礼物 没错 对所以那个时候 有一阵子 那个情绪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处理 而且这样亲子关系 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小孩这么久才见到爸爸一次 对老大老二有时候 就可能就比较习惯说 爸爸就看到视讯说 嘿爸 然后就人就走了 没有说 没有说要跟他多聊一点 或者是想要抢我的手机 要跟他视讯 单纯只是因为 视讯上面有一些功能可以玩 你知道 爸爸最后就有点生气说 你到底是要来玩 还是要跟我讲话 但是老三因为比较小 然后对爸爸的渴望 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每天就说 我要打电话给爸爸 我要什么 所以他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就是让爸爸真的觉得说 我家里有一个人 是这么需要我 对所以就觉得 其实对我们来说 都是很难的 那他会不会觉得 有点内疚 就每次回来的时候 就格外对你们很好补偿 你们 会欸 会 然后就是说 譬如说他只有一个礼拜在台湾 除了他要回去公司 开会的那一天 他其实他就会希望我们是 像他希望我请假 小朋友请假 我们一起去哪里玩 然后大家的时间 都尽量可以配合 那当我们去吃大餐 去旅行或什么 但真的这样子的时间 真的会也是太短了 一个礼拜真的是很短 所以其实我记得有一次 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特别就是 飞到美国去那边过 算是新年吧 那我还记得哦 就是我觉得夫妻就是这样子 你在分开的时候 你就很想念 然后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也是为些小事 就吵起来 像这么大一个人 我那时候就想到 我马上就要回台湾 我太好了 你要回台湾 然后呢 我还记得我一个人带着这三个小孩 那时候他们才一岁四岁七岁 非常小 然后我在机场 然后那时候就是 兵荒马乱之际 其中有一个老二呢 就夹到手了 手就淤青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我要赶快去那边的柜台 我跟他要冰块 可是他可能是欺负我是华人 我的英文没有讲得很差 但是他就是觉得他不想要帮我 他就跟我讲说 我没有冰块 他跟我说他没有冰块 我先想说你有卖汉堡 卖饮料的怎么会没有冰块 我还看了一下 但是我是真的找不到冰块 但是我想说算了 那旁边有一个华人小姐 他就看到了 他就说我帮你 那他正好在隔壁柜要买 真的他是要有购物消费 他有买一个套餐 他就跟对方要了一小杯冰块 然后他就给我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聊天 想说我怎么会一个人 带了三个小孩 然后呢 他听完我的故事以后 他就说 丈夫丈夫一丈之夫 就说呢 老公真的不能离太远 当然这背后很多诠释 如果是阿德老师 一丈以内才叫夫 对 阿德老师诠释 就是觉得说 你要考虑这个忠贞的问题 但是确实 对于我们就是家庭 你有爸爸的角色 有丈夫的角色 其实真的要相处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也觉得说 好 如果真的就是 他工作稳定了 或者是说 就是整个局势状况 也都合适 我们心理状态都调适好了 也许不排除 很快的某一天 我们就是带着小孩一起去 对 你们这样已经分开多久了 前前后 因为他中间有一度 也是回来台湾受训嘛 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 可能快要两年了 两年好久了耶 不过我是觉得 因为他是带小孩 我是说 觉得旭然很不容易 因为可是就是说 远距像这样 有三个小孩 而且都已经在成长中 能够在一起还是比较好 那因为你想想看嘛 第一就是你让他少了那个 亲情的这个联系 第二个就是丈夫的责任 跟那个工作的分担 他减少了 那么最后呢很可能就是说 全家要在一起的那个 团结的心不在 还有就是说 他一直当虎妈兼宝妈 然后一丑都自己 最后就是掌控欲 取代了所有他 应该可以去享受的天能乐 我是主张还是要再聚在一起 那最好笑的是他先生 应该要有很多的男人或女人 我们都要学习啦 当对方在帮我们 多担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是要多 不能说心存感激 至少要同理心啊 他的同理心是说 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或者 所以他就会说 这是上帝的礼物 可是虽然也可以 稍微有点幽默感说 对啊我本来也以为是礼物 后来都变成怪物 所以你要赶快来想办法 也就可以稍微收集一下 把礼物快递过去就没问题了 对啦 那现在刚才阿德老师讲的 这种相信 没有这样的想法吗 会不会担心 我觉得这种相信 或刚刚讲的中正问题 跟距离不是绝对的等号 也就是说 就算在你身边 他也有可能做怪 所以其实那个 所谓两个人的相处跟感情 是最重要的 我之所以会觉得 目前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讲电话 那在我们时间可以配合的 那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在我睡觉前 一个是在 我譬如说早上开车上班 或者是我的午休时间 可能有两到三个时间点呢 我们会把握这个机会沟通 每天都会 每天 有每天 而且就是 你会知道他那个分享 是来自心理的 不是说 哎好啦我要睡觉了 挂了白这样 不是那种敷衍或报告行程 而是他有很多事情 要跟你分享 你会知道说 在彼此的心中的分量地位 是没有办法说 随便一个美艳的 或年轻的肉体可以取代 是来一定有碰过 每个重要的日子他都不在 他不会因为 我生日的时候没有 漂洋过海特别来看你 没有他们就是 就是公司会去 就是他是固定三个月才回来一次 经常就是不会遇到 刚好我生日他回来 然后像这个暑假 他刚好也都正忙不在 那小朋友第一次上学 小朋友他的第一次 跟我一起去活动主持 就是很多小朋友的第一次 他都不在 然后他其实有时候我就会把 平常生活就是有些比较特别 会传给他看 然后他有一天 他就是给我一张酷酷的脸 他就觉得他很想家 就是他第一次讲得这么直白 说他好想念我们 就是他也会觉得很遗憾 这些时候他都不在 那我觉得你的包容性 跟忍耐度也很强耶 就 你怎么样可以感觉到他的爱 跟对小孩子的爱 在这么忙碌 跟他都不在身边的日子 我觉得一方面是那种信任 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解脱 也就是说 你一直去觉得 我做了很多 然后我 你亏欠我或什么 这种情绪 我们一直这样想的话 其实是 会让自己很辛苦的 那个情绪是不开心的 也是勒索自己 也勒索他 对 那我就会往好处想是 他不在 那我做任何决定 我都不用问过他啦 反正 是我做的决定 我去执行 我不需要配合他的想法 大部分 如果是小孩的事情我会 那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周末 如果要跟好朋友的家庭 一起出去玩 那如果是他在的时候 我就要尊重他 他可能今天太累不想 或者是今天 他不想开车这么远 或者是怎么样 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情绪在 可是只要我愿意 自己开车载着小孩 那我想去哪里都去哪里 甚至我如果说 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规划 我只要把小孩安顿好 也许我请我的爸妈来帮忙 我就不需要跟任何人报备 然后看他是不是 心里会觉得不高兴 我怎么日子过得这么爽 这样子 就是哪怕我们只是 一点点小小的奢侈的 小确幸 可是我觉得 我只要把自己的事情 安排好 他们都好正面 我往好有地方想 永违单身的感觉 你看嘛 他已经越来跟我的想法 越来越接近了 我告诉你 你知道不需要 不是没有爱情 而是不需要 那个依赖以后 你的独立 反而会让你更有魅力 而且你也独立得很好 他也会因此更想念你 因为他发现你很独立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 在他心命中 是一个很大的魅力 阿德老师非常向往 遠距离爱情 对 非常 两个老婆送出去 送到南极 没有 送到月球最好 我这里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 这个欧美现在的这个进步 已经到了 眼镜也已经到了 这个女性 那个两性平权的 这种独立性 所以就人格上 自己在情感上 也都可以独立 亚洲的女性 在情感上 比较不能独立 你看 我到欧洲到美国去的时候 我很少看到 我们这边的女性 他们那边的女性 会去埋怨说 我先生不帮我换灯泡 然后不帮我 弄抽水马桶什么 他们都自己来的 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本来就是 我可以做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叫他来做 一定要是男人做 女人做 他们已经没有这样子 所以因为你把自己的生活 空间都可以独立出来的话 那也许就像阿德刚刚说 也许这个男人是 我是一个本来我要做的工作 可是你因为能做 所以你帮我分担了 他也许心里是 钦佩是感激的 那可是呢 他又觉得说 我是对你有需要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女性要把自己 你学会在婚后跟婚前 都是一贯独立 你才不会容易受伤害 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带来 也是珍贵的照片 珍贵是因为要五个人同框 很不容易啊 没有有距离啊 就不会珍惜这个同框啊 真的 对啊 就是 那小朋友的 那个欢乐也很 他看起来也很爱小孩的人 小朋友的欢乐也很单纯 就是跟爸爸一起切蛋糕 吃蛋糕 这好像是去年 他刚好生日的时候在台湾 所以我们有一起切蛋糕 那我就觉得 其实有时候 我们一直想说 要给小朋友好一点物质生活 所以我们现在 在这个阶段 好像比较辛苦或怎么样 对 就后来发现 其实小朋友想的只是 就是他只要跟爸妈在一起 对 一起去玩 对 一起去玩 对 因为讲到 你自己独立很很 有自己的空间 但讲到教育 爸爸跟妈妈负担的 责任跟角色不太一样 他就只有妈妈 对 爸爸是他们应该 另外一个偶像典范吗 不在身边 教育上怎么办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 我们还在调试 跟尽量去修正的 因为变说 我就必须要有 比较多严厉的比重 因为通常都是 严妇跟慈母嘛 我的个性可能也会 比较软一点 可是后来就是 因为爸爸不在 我觉得小男生 我必须要更 约束他们的一个行为 所以 就变我要自己 真的辛苦一点 我不能太轻易的放过他们 不能说 好啦好啦那算了啦 没关系 那变 那我就要辛苦了 譬如说我要求他们弹钢琴 他们就跟你讨价还价 我就不行 五变就是五变 十变就是十变 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 你现在给我坐着 我就要在他旁边 盯着他去坐 但是也会有一点 慈慕的角色 就是我陪他 我譬如说 你弹完五变 我跟你一起两手连弹哦 他就觉得 哇 这是一个鼓励很好玩 一人是两脚 那如果你跟你老公讨论呢 他跟得上这个节奏吗 他有时候 譬如说 在讨论他们教育的时候 他就说对你 我跟你讲 他们就是要测试你的底线 你绝对不能放过 虽然他讲的那个理论是 我也认同的 可是听起来 我又觉得刺耳 对啊 你就讲给我做的嘛 对不对 你就是觉得 我要去付出 董事长交代中心 对 但是 但没办法 如果说 他就算不那么讲 我也会这么做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他就说 他不在我的身边 去做一些分摊的时候 在心理上面 我们就要找到方式调试 譬如说 好了 他不能做这件事 那我就是去 也许去找 花钱找老师陪伴 花钱去请安清班教功课 花钱让他去上一些 譬如说 跆拳道啦 或是什么剑道 这样的课程 让他还是有一些 比较体能上面的消耗 因为这些本来也许爸爸可以赔的 打打球 就可以处理的 但是呢 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陪他 那我就是好 请人来取代这样子 其实蛮辛苦的 取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 他做的都是正确的 那罗令一半是 就像老公在美国 看到太太这么辛苦 他应该用什么方式 安慰他的太太 他就是 我觉得他先生一定是心存感激啦 只是说有时候男人他老夫老妻的嘛 他的表达方式 就不像在恋爱中的 那么浪漫 或者那么样的讨好嘛 他讲的都是很实际的话 那婚前说我爱你 婚后就说 我知道你的存在就好了 就这样子